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表现不佳 出口竞争力严重下滑 在各国纷纷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情况下 台湾若不加紧脚步恐怕将被边缘化了 TPP已经在今年9月完成第一轮谈判 除了传统的贸易议题外 还加入新兴的议题如电子商务等 由纽西兰 新加坡 智利以及文莱 四个国家所发动的T4经济伙伴协议 会演变成为今天这样子一个Mega的FDA 当然有些国际的媒体是这样解读的 认为美国是为了抢先大陆一步 让这个TPP赶在2015年年底前完成 借以领先大陆所主导的RCEP 2014年我国与TPP成员国贸易总额高达2000多亿美元 占我国总贸易金额将近35% 此外RCEP中韩FTA以及中日韩FTA的行程 也将对台湾在亚洲的产业供应链 带来重大的影响 台湾应该采取自由开放的贸易政策 对于货贸也因顶除不实的偏见 以积极的态度因应 它因为是立即降税的项目 这种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它大部分的东西 大概在第一个阶段 它就百分之四十几要降税了 立即就降税了 然后呢它如果赶得上的话 十二月先降一次 它明年一月再降一次 这两次降税比例就很高了 大概可以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那它有一些项目的降税的期程 稍微慢一点 比如说各位知道 它这个面板 它要到第九年才要降税 那这一部分当然 我们对于我们的冲击 可能就要慢一点才会发生了 不过整体看起来 对于我们的冲击 还是相当相当相当的 让我们要警惕的 台湾出口的制造业产品 在TTP国家仍有35% 需要课征关税 其中关税高于5%的产品 约占台湾总出口额的13% 各国加入TPP的目的是 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 以及为潜在产业 创造出口投资的机会 台湾也应该积极掌握 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好处 以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冲击